近年来一直有传闻称 中国三峡大坝出现多条裂缝 整座坝体已经发生变形 溃堤在即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民突然发帖 宣称三峡大坝已经变形 一旦溃堤 半个中国将生灵涂炭 它的证据是美国谷歌公司 通过其商业合作伙伴的一颗民用卫星 对三峡拍下的一张歪歪扭扭的卫星图片 最夸张的一张谷歌的卫星图 拍摄于2015年 从这张图中 大家可以明显看到 这张卫星图片的成像 已经严重扭曲了 但由于三峡大坝 是一座海拔185米高的巨型人工建筑 如果没有使用精确的 或者根本就没有使用数字高层模型 对摇杆影像进行矫正的话 出现这种扭曲的效果 就一点不奇怪了 三峡大坝 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之一 近年来备受关注 海外媒体每天都在说它 正在分裂 让我们仔细看看情况 将事实与耸人听闻的叙述区分开来 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坝的建造历程 这是1993年三峡工程原始地貌 1994年正式开工建造 1997年进行截流 1999年三峡工程永久性船闸主体开挖工程结束 2000年三峡左岸电站进入土建与机组埋建同步进行阶段 2001年三峡工程永久性船闸首扇闸门安装成功 2002年三峡工程导流名渠节流成功 2003年三峡工程蓄水135米并开始通航发电 2004年三峡船闸通过正式通航验收 由市通航转为正式通航 2005年三峡左岸电站14台机组全部运行 提前一年实现投产发电 2006年三峡大坝全线贯通 2008年三峡主体工程全部完工 2010年首次成功蓄水至175米 2017年三峡水电站累计发电量超过11000瓦时 看完后不禁让人感叹 中国不愧是基建狂魔 建造技术令世界惊叹 三峡大坝作为中国基建的标杆工程 在当初建设时运用了最先进的技术 根据预测 大坝最少可以使用百年 其实早在2003年时 三峡大坝的工程师就给出大坝出现裂缝的消息 据计算 坝体上大大小小的裂痕高达上千条 大部分都是几厘米的 但是最长的则长达20米以上 不过像三峡大坝这样巨大的工程 听上去感觉很危险 但是这并不影响大坝的整体安全性 在这些裂缝被发现以后 工程师就会立刻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大坝的日常维护非常重要 在德国威州海因斯贝格县的一座大坝 由于长时间没有对大坝进行维护 导致洪水从裂缝处喷涌而出 虽然进行疏散人群 但由于洪水凶猛 还是有135人遇难 从德国大坝就可以看出 不论用多么高超的技术来修建大坝 如果没有做到细致的检查 维护 还是会出现溃坝的风险 所以为了大坝的安全来说 维护显然是重中之重 但外媒 却在三峡大坝出现裂缝这件事上大力渲染 声称三峡大坝出现的多条裂缝 实际上就是出现溃坝的前兆 实际上 大坝出现裂痕 是不可避免的 像美国 巴西那样 在国际上数一数二的大坝 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痕 从中更印证了那句话 无坝不裂 大致的意思就是 无论是哪座大坝 都会出现裂痕 而出现裂痕的原因 除了地貌问题 也就是建造原料上的问题了 中国的三峡大坝基本上使用的都是混凝土 而在使用混凝土 则会出现 在三峡工程中 为了避免混凝土带来的弊端 减少了水泥 以及水的用量 采用了三缠一滴的方案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在混凝土中 缠如缓凝减水剂 引气剂 以及粉煤灰 最后的一滴 是指减低水的用量 在这项方案中 就有中国使用的一种特殊材料 粉煤灰 中国的煤矿储量十分庞大 而粉煤灰是燃烧煤粉后 遗留的一种灰渣 中国许多地区 还在使用煤炭发电 在电力工业的作用下 粉煤灰的产量 也是水涨船高 2000年粉煤灰的产量 只有1亿吨 从2013年 直接上升到3亿吨 可以说 粉煤灰在三峡大坝的建设中 也是功不可没的 其实最早把粉煤灰 使用到建筑行业中的国家是美国 而中国 到了上世纪70年代 才开始正式使用 粉煤灰的主要成分 有二氧化硅等微量元素 可以起到改良土壤质量等多种作用 随着粉煤灰的广泛使用 三峡工程便采用了这项技术 使用粉煤灰 可以大力减少 出现裂痕所带来的隐患 再加上维护人员的努力下 为中国的试剂工程延长寿命 那么接下来就有个问题了 费时费力建造的三峡水坝 对中国来起到什么作用呢 首先 三峡大坝的地理位置临近长江 该地区经常有洪水发生 一旦洪水到达长江下游 就会引起湖北部分地区的洪涝 而三峡大坝可以有效地防止洪灾 并且将风险降到了最低 就算遇到十分凶猛的洪水 也可以减轻一定的受灾程度 其次就是修建大坝之后 随着蓄水量的上升 还可以进行水力发电 而以三峡大坝的规模来说 每年的发电量可想而知 为中国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 每年由发电所创造的利润高达数百亿 也就是说 为了三峡付出努力 都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而三峡工程所付出的成本 仅用数年就可以收回 在未来还可以持续带来收益 另外由于三峡大坝的修筑 让长江附近的水位上涨 创造了十分便利的航运通道 为中国内陆的经济发展 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使当地的人民生活水平 得到极大提高 了解了三峡对中国的重要性之后 有人就说了 如果有人恶意破坏的话怎么办 三峡为中国做出的贡献极大 因此 中国对三峡的保护 也是十分重视 大坝的修筑标准 也是严格按照防暴的标准修筑的 周围还有军事部队助手 不会让任何人威胁到 中国的国之重器